第三百四十六集,魏无线搂紧蓝忘机的脖子,就往他的耳垂舔了上去,蓝忘机一哆嗦脚下一滑,差点把他扔了出去,别动,蓝忘机收紧手臂喝住了他,魏无线洋洋得意地看着蓝忘机紧张的脸,这个人,就是怕摔了他,伤了他,蓝忘机把魏无线抱进了房,脚往后一踢把门关上,直接把他抱进了浴室,就帮他脱衣服。 魏无线也动手想帮蓝忘机脱衣服,蓝忘机说,你先洗,地方太小了,不怕,小才暖和呢,天冷,好吧好吧,我赶紧洗了你就接着洗,天室有点冷,魏无线终于同意各系各的,毕竟天确实是冷,别一会玩过头着凉了就麻烦,现在可是在山上,魏无线洗完了早打开浴室的门,门外,蓝忘机手里捧着一床被子, 直接就把他裹了进去,转身把他抱到床上,按紧了背脚,然后自己才去洗澡,魏无线躲在被子里,摸着自己的脸偷笑。 今天的惊喜来得太突然了,竟然一下子回到十六年前,这一站得好好表现一下,不一会儿,蓝忘机洗完了早走了过来,魏无线一把掀开被子把他拉了进去,蓝忘机一进被窝,魏无线就急切地伸出爪子,扯他的内衣要帮他脱掉,人一着急怎么扯都不着门道。 还是蓝忘机自己把内衣脱了,把裤子蹬了下去,两具温热的身体贴了上去,蓝忘机翻身把魏无线压在身下,嘴吻了上去,一只手往下在他的胯肩嫩肉来回地游走。 这会儿的魏无线心如雷骨,青春回来了,对着蓝忘机那张青春的脸,他心底已完全没有了障碍,静即的山上,没有人会听见他们欢爱的声音,他尽可以放肆地叫。 蓝忘机不会紧张地叫他闭嘴,被窝里很暖,两个人身体的温度在不断攀升,而外面很冷,蓝忘机要不时注意自己的动作别太猛,让冷风进来动着了魏无线。 蓝忘机的手轮番操作,从魏无线的喉结,肩膀到胸前的红豆,到下腹那柔软的腹毛,再到最后停在了快肩那竖起的旗帜。 但是,魏无线的快肩之物已经高高停起,蓝忘机握住了他,发现铸体的周围血脉粉张,激情四射就差爆炸了,蓝忘机轻轻捏按了一下。 那个软软的锥肩,魏无线急娇称地叫了出来,蓝湛,腰身微微一弓又慢慢放下,一些沾沾的液体就流进了蓝忘机的掌心。 魏无线的叫声移入蓝忘机耳朵,就像是一点星火飞测到油桶里,大火即是熊熊燃烧起来。 魏无线搂住蓝忘机手,在他的脊背上上下的履动。 蓝忘机那一条条僵硬的肌肉,在这个时刻性感至极,魏无线闭着眼,心里想象着另一个自己就坐在旁边,看着两个人在激情欢爱。 彪悍的蓝忘机正在疯狂地进攻,那双大长腿的肌肉线条分明,手臂的弓二头鸡像一只硕大的老鼠在欢乐地跳舞。 那八块腹鸡,在秘密的汗水浸潤下边界如客,男人的雄风扑面而来。 蓝忘机拔弄了一阵,魏无线的锥子之后,开始揉捏他那个甜蜜的血口,那个温柔香。 蓝忘机不知道进去了多少次,但这一次感觉不同。 特别的不同,因为身下的魏无线是新鲜的,娇嫩的魏无线,就像是十多年前他们初相识的魏无线。 那个年轻的,鲜活的,拼命缠着他,想要让自己把他捏碎的魏无线。 这一次的激情,魏无线空前的激荡,他爬了起来,咬住了蓝忘机胸前的红豆,手握住了蓝忘机那根天柱。 那根天柱仗的可怕,变得很大,特别的大,从未有过的大。 魏无线心头一颤,竟然有了一丝担忧。 这么大的务事,自己如何包容得下,承受得了。 但那也只不过是一闪而过的念头。 只要是蓝忘机,只要是他想要,魏无线那怕是让他捅碎,那也愿意,那绝对是在快乐中死去。 蓝湛,今天的你不一样。 好大,真的太大了。 可以吗? 蓝忘机呼吸急促吃力地问。 我喜欢。 魏无线跪了下去,手捧着那根神柱,虔诚地用他滚烫的唇,去吻那滚烫的柱身。 他吻了又吻,然后再伸出舌头取舔。 舌头那细微地凸起摩擦过助身。 蓝忘机就像是被电流击中一样全身一挺。 巨柱摇摇颤动,巨柱的锥头红得如火,点燃着魏无线眼里的浴火。 魏无线伸出如火一样的舌头骨扩着尖锥,用舌尖在锥头上打圈。 然后,头一滴,把整根巨柱吞入口中,直抵喉咙。 魏英。 蓝忘机终于不受控制地叫了出来,把蓝忘机弄出了叫声,对魏无线来说有极大的成就感。 那一声叫如一桶子血气,被高压灌入魏无线的身体。 直达他的胯肩,魏无线感觉到自己的下体急速膨胀。 长得难受,只好腾出一只手去扶弄自己。 那一肩不可摧的小魏无线,蓝忘机的巨柱完全填满了魏无线的口腔。 他满足的呜呜,叫着一只手霸住住根。 头部上下的摆动,吸吮着那根巨柱,一只手抚慰着自己的跨肩之物。 好一会儿,魏无线抬起了头来喘气,一根亮亮的银丝拉了出来,粘在蓝忘机巨柱的锥头,绵着他那火红的唇。 魏无线又俯下身舔了一下蓝忘机的锥头,笑着说,蓝战,好不好,舒不舒服。 嗯,蓝忘机深深吸了一口气,难耐的快感让他紧闭着眼睛昂着头,根本说不出话来。 魏无线扶起自己的物事,去摩擦蓝忘机的天柱,两相对比之下,魏无线甘拜下风。 确实,魏无线的物事已经是不小的了,但比起蓝忘机的来说,那真是小巫见大巫,相形见拙。 蓝忘机那张清冷无辜静雨洗的脸下面,竟然长着这个无法无间嚣张野蛮的神器。 反差实在是太强烈了,这种强烈的反差,给人带来更大的世界冲击力,更燃起对方的欲望,让人欲罢不能。 蓝战,看你这根东西,那些年,你一个人是怎么过的? 魏无线握着心爱的宝贝泽,扎舌。 蓝忘机一个鲤鱼打挺翻了过身来,扶起巨主直接塞入魏无线的口中。 话多,魏无线急事出不了声,捉住那根巨主像捉住了一根棒棒糖,再一次甜蜜地吸吮起来。 蓝忘机的体内翻江倒海,巨浪滔天,如山洪倾泻,如火山爆发,当他再也忍无可忍的时候,他拔出巨主推倒魏无线直接插入他的命穴,疯狂地挺进几压。 啊,不一样,真的不一样,蓝忘机的跨步猛烈地搭发,像一辆失控的列车,在轨道快速地奔驰,他背部的肌肉猙獰恐怖,八块腹肌汗水津津闪闪发亮。 魏无线觉得自己身体被填满,撑得要爆,但快乐得无法形容。 他摸着自己的下腹,感觉似乎能摸到。 蓝忘机住身在自己身体里的形状,太强悍了。 魏无线在蓝忘机的身体底下,看着蓝忘机冷冷的脸热含沸腾,那种刺激让他更想拼命地给予。 他顶起自己的胯部,迎合着蓝忘机,让蓝忘机往更深处探索。 蓝湛 魏无线忽然突发奇想,他挣扎着要起身。 哦,蓝忘机急促地出了一声询问的声音。 蓝湛,你今天太不一样了,我想看。 看你。 魏无线撑起身体低下头,去看两人的交接之处。 只见自己的血口,翻出了一圈粉嫩的肠肉。 蓝忘机那根巨柱鼓鼓地撑在那里进出。 一根根暗青色的筋,可怕地跳动着。 蓝湛 魏无线神魂一个激荡,一股乳液只喷了出来,撒了蓝忘机满胸满腹。 然后,流到两人的相接之处。 狼狈不堪的蓝忘机,在魏无线的眼里竟然性感至极,并有一番韵味,特特别性感。 蓝忘机退了出来,摸了一把乳液,抹到魏无线的血口,翻过他的身子从后面进入,进行心意书伦的征战。 蓝忘机大动起来,在汗水、乳液、肠液搅和在一起湿润无比,畅谎无比。 蓝忘机扶住魏无线两个魂缘的臀伴,气助插入如入无人之境,如花间彩蝶细细,如深海的鱿鱼快乐的悠游。 魏无线在蓝忘机的身下,越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,最后和他一起飞升上了高天,在一片烟火碎灿中散成了碎片。 蓝湛,我碎了,你太可怕了啦,我很喜欢,但,不敢天天要你,魏无线窝在蓝忘机的臂弯里喃喃而语。 我,天天需要你,蓝忘机吻了一下他的额头,你现在太大太可怕了,因为你,我让你,变大的,对,要天天,要几次。